Teddy想要先請我們冰棒先大合照 讓我們合照兩張好不好 第一張我們先讓成員們合照 第二張呢是跟我們的粉絲跟我們的冰棒們一起合照好嗎 好那現在請我們的攝影師 我們主持先 呃已經在這兒了不好意思 好 我們要不要再後退一點點 好 哇今天也是我們冰棒呢 他們發起專輯第一場的簽唱會唷 哇真的好甜美好可愛 看到他們的春季當中說我整個都年輕起來了 你們是不是也有這種很快樂很繽紛的感覺呀 哇你們都很專注在拍照沒有人理我 哈哈哈哈 冰棒他們推出的這個音樂作品呢 非常受到大家喜歡 而且呢手刷就有相當亮眼的成績哦 但今天今場今場很久來到我們的高雄鳳石膽西谷廣場 謝謝 好接下來就是請我們冰棒 我們可以向前一點點 然後我們背對我們跟歌迷粉絲 跟我們的冰棒們一起看著我們背板好不好 然後我要請後面冰棒們 請你們把這個彈牌我們的專輯都拿高高好不好 我們跟冰棒一起來合照 然後這兩個頭的笑點要露的女孩們 所以現在呢 Tracy要先請我們的冰棒 是不是先跟大家來打招呼自我介紹一下 大家好 大家好 We are冰棒 哈囉大家好 我是Zi 哈囉大家好 我是聖恩 哈囉大家好 我是妮可 哈囉大家好 我是蔡涵 哈囉大家好 我是榮妮 哈囉大家好 我是卓 哈囉大家好 我是以馨 哈囉大家好 我是草魚 哈囉大家好 看到他們有沒有活力都來了 有 有 你們不要不理我 哈哈哈 不過妮可我想問一下 你的成員明明是有九位 但今天好像少了一位對不對 可不可以妮可跟大家說明一下 因為今天是品覺得他事情還沒有準備好 所以他今天就要暫時了 那 他雖然可能覺得 你們會覺得這件事情是一件小事 但對他來講 不管是對這個團 但是對VP5R來說都是一件非常大的事情 所以希望你們可以再等他一下 然後我希望你們可以多多支持他好不好 好 好 繼續愛他繼續支持他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對的 因為大家都非常喜歡冰棒 所以我們再給其他一點時間 不過呢這個也很高興要稍微聊一下 不好意思姐姐站有點遠 因為我想要看到全部的女孩 好我想請教一下 因為昨天是你們第一場登上的這個 跨年演唱會對不對 不過雖然因為防疫的關係 現場沒有什麼太多觀眾 可是心情怎麼樣 你會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媽就是 雖然下面沒有什麼觀眾 但是 你們不覺得我們在電視唱會也是很開心 就是 你們感受到我們的熱情吧 好 然後我們 昨天第一次穿上我們的戰隊服出征 你們覺得 如何啊 好 好 對不對 我們自己也很喜歡戴這件衣服 然後就是我們 就是很感謝 就是因為我們才剛聽到 就有機會可以踏上跨年這麼大的舞台 所以我們就很謝謝 願意支持我們的你們 已經相信我們的人 然後我們會繼續努力 然後帶更多更好的表演給你們看的 耶 愛你們喔 很可愛 很可愛 我猜晚上應該很難睡著對不對 表演完應該都很辛苦 睡著 對 怎麼了 沒事沒事 怎麼了 因為我看到台下有些很特殊的卡牌 你們應該也都非常的開心對不對 不過剛剛是這個 你先跟大家分享這個心情 所以你扣你自己 就是 帶著這個 我們團員們一起上台 你自己的心情怎麼樣 我覺得 因為是第一次吃到紅瓶新華 然後就來當高雄 對我們來講真的是一種美夢成真的感覺 而且第一次唱這麼大的舞台 都沒有參加過後面 然後我們還跟陳琳媽咪同台 對 所以我們那時候還有去後台跟她打招呼 然後她也有支持我們 鼓勵我們 對 就整場表演下來 我們其實都滿爽的 然後也很開心 對 很過癮對不對 因為第一場出道的第一場 晃你的演唱會 然後又跟自己的媽咪 這麼可愛你們的媽咪一起合作 我想是很難忘了 所以接下來我們希望每一年都可以看到你們好不好 好 太棒了 所以跟大家打勾勾一下 不過呢 這個聊回來專輯 因為這個陳琳媽咪有空 我們還是很常遇到 但是專輯這件事情 一發行 就有非常亮眼的成績 而且你知道嗎 我的資料顯示 有一首歌你們的MV拍了三天 而且它一推出之後 廣受好名你知道嗎 累積到現在有近三十萬的點閱率 它叫做 Love超能力 四十萬 四十是不是 你們真的 怎麼比我快更新啊 剛剛現在 可惡一個晚上就多了十萬 好不好看 好看 好看 來來來來來分享一下好不好 這次MV 有沒有開設難忘的事情 跟大家分享一下 有沒有 你們有沒有什麼難忘的事情 疑心的芭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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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芭樂 就是在拍攝的時候 就是媽媽有給她一大包的那個芭樂 然後她那時候就拍攝很累就睡著 然後大家都說 欸 疑心 我吃一個喔 然後她都在睡覺就沒聽到 然後起來她那一包就已經少了一半了 她說欸 怎麼都沒有 那我整包媽媽的帶 然後我起來就欸 我就問旁邊說 我的芭樂怎麼變這樣子 然後說我們都跟你講 可是我都沒聽到 她都在睡覺 然後大家急過 妳先我吃一塊喔 妳先我吃一塊 哈哈哈哈 所以你們是形式上有告訴雨昕 但妳已經太累了對不對 對 下次叫她們玩芭樂 哈哈 芭樂 哈哈 太可愛 好啦開玩笑 不過呢這個 我覺得蠻可愛的就是 大家都非常期待你們的作品 然後呢這次在12月25號 也去你12月25號 正式發行了專輯 有非常亮眼的成績 所以剛剛台下的朋友 你們剛剛這麼大聲 是代表說你們已經看過 LOVE超能力的MV了嗎 會 啊你們都會唱嗎 會 那你們想要一起跟冰放合唱嗎 好 看起來沒有影響啊 哈哈 有沒有像 有 那我們現在就把舞台 繼續交給我們冰放 帶來這首非常好聽的 LOVE超能力 不見HB頻道會員開始招募啊 只要60元就可以當一般會員 每天爽看會員專屬的黃標影片 750元就可以當股東 可以邀請攝影師拍你想看的 簽唱會記者會4K線上直播等 股東還能看特殊神秘的影片 不要猶豫趕快來加入